為了協助小農販售自家所生產的優質農特產品 關山鎮農會美國學校特別將賣場牆壁設計成許多小格 加上燈光,未來將出租給小農販售自家產品 美國學校表示,歡迎對自己產品有信心的小農 都可以來租借販售 有白的就是敷,這邊有紅色色 工人們正忙著趕工,要將小格子的燈光及內部空間進行美化 關山鎮農會美國學校,比到假日總是集滿採購人潮 為了協助小農增加商品復工的機會 美國學校特地將牆壁設計成40多格的小格子 未來將出現給小農們,用來承設自家的產品 因為我們發現小農常常要去很多地方擺攤擺市集 一直都沒有一個固定場所讓他們能夠展示他們的商品 所以我們美國學校利用這樣一個平台 做了一個叫做小農格子店鋪的概念 每一個格子就代表一個小農自己的場地 這裡面可以有故事的敘述還有產品的展示 當然也可以在這邊販售 所以我們歡迎全台東的青農或者是農民有產品 只要是合法可以上架的產品 都歡迎來這邊申請一個格子店鋪 自己來經營自己的一個小鋪的感覺 我們這個申請還有相關的費用大概是怎樣 我們這裡是沒有特別的租金或者什麼費用 就是你要辦一個淨貨價跟售價的 這個差價就是我們的管理費 所以這個由農民自己去調配它的淨售價 所以它不會有租金的壓力 目前大概有46格左右 那當然有些格子可能會是做一些廣告的 那基本上30格是絕對沒有問題 就是讓這些農民來申請 把他們的產品 我們就會幫他們做一個條碼的管理 然後透過我們的收音台 然後結完帳以後 每個月幫他們結一次帳 美國學校貼心設計商品櫃 要讓小農們所生產的商品 能夠有曝光的機會 有興趣承租的小農們 不妨可以把握機會進行承租 讓自家的好產品 能夠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藉以增加民眾的購買率 記者陳季林 關山正報導